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江苏江阴法院审结的一起涉及饭圈的诈骗案 被告人营造所谓大粉人设 不到一年的时间骗取粉丝350多万元 画面中的被告人是王某 今年23岁 据他交代 他在2022年底迷上了韩国某明星团体 而随着追星行为越来越狂热 毕业工作后 路不复出的王某想到了利用自己的饭圈大粉人设 骗取其他小粉丝的钱财 原来追星路上王某结识了不少和他一样的追星族 还组建了各种聊天群 他经常在群里以及社交账号上 发布与明星互动的照片和视频 在粉丝心中渐渐有了很高的威望 大约2023年5月起 他开始在群里社交账号上 售卖明星演唱会门票专辑及周边产品等 并且价格比官方要低上许多 莫女士是案件的被害人之一 他说为了获得参加明星的签售活动等互动机会 很多资金雄厚的大粉都会购买大量的专辑 然后低价转给其他粉丝 以便收回一些成本 这在圈内是很普遍的情况 因此看到王某低价出售专辑 莫女士也没有多想便联系王某加入了聊天群 莫女士说所谓车主一般负责帮大家统一购买商品 有点像网购的团主 通过王某发在群里的购买链接 莫女士作为车主 给自己和同伴购买了30多张专辑 花费了约780元钱 在等待到货的几个月时间里 她又陆续购买了不少其他商品 最后统计的时候我大概在这个期间购买了 增进2万块钱的商品 然而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 莫女士购买的绝大部分商品都没能如期而至 她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 让人好奇的是 这个所谓的饭圈大粉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魔力 粉丝又为什么这么相信她呢 他们怎么会对你这么信任 你是什么身份 就是粉丝中所谓的大粉 获取粉丝性能的方法 就是伪装内部人员 有实力的人设 王某经常炫耀自己去线下追星 让粉丝们感觉 她和我们喜欢的明星有很多的互动 还有很多内场的活动合照 让粉丝们以为 她确实跟明星精细团队的内部人员有关系 可以获得周边产品或者演唱会门票 王某的种种行为 让被害人觉得这位大粉不差钱 并且很有门路 因此越来越多的粉丝 找她咨询票物 专辑 及周边产品的购买事宜 王某的生意日益红火 法官称 王某会想法购买少量的产品 来应付粉丝 骗取粉丝的信任 其余大部分的钱款 都被她用于追星消费了 期间也有粉丝一直收不到货 而提出疑问 王某则会以近期发货 票是预售的 目前官方还没有出等理由 尽可能拖延时间 或是购买一些商品 发货给粉丝来圆黄 那么后期因为实在无法 将这个演唱会门票 和周边产品交付 那么事实上而案发 涉及到的被害人 目前在案的就38名 可能还有一部分 就是未报警或者未在案的 那么金额也是350余万元 也是非常大的 最终2024年7月 江阴市人民法院 对案件做出判决 被告人王某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 11年6个月 并处罚金15万元 追缴被告人 王某违法所得 不足部分 则令继续退赔 发还相应被害人 为了满足自己 过度追星消费 王某不惜利用大粉身份 诈骗其他粉丝钱财 法官提醒 粉丝在追星过程中 既要保持警惕 保护好自身财产安全 同时也要保持理性 不要盲目追星 触碰法律的红线 感谢观看